好 接著到下一套了 頂頂 穩穩的就過去了 我覺得怎麼說 我預期這種差 其實漫畫未完 我想說 這樣說吧 動畫版的 我們接著要講的這套衛道戰記 它最主要其實 集中了在所謂的第一部 故事 做了一個一季翻的動畫 其實《新花等》漫畫已經去到很後 即是第一部故事很後 後很多嗎 即是它是第一部的尾 最多還未去到大廈開一下 故事是想到有什麼事 不過問題是 《原著》已經在開第二部故事了 但問題是它的動畫 即是《新花等》沒有說到 它會剪掉很多東西 不過那些不說了 現在已經結束了 可以說了 我們之前《新花等》說過 其實這套東西 其實是所有的 叫萬事屋的感覺 其實之前也提過 無論是《Gebekka》那類型 但這套東西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地方 是可惜了 就是其實它描寫《阿京馬》這個角色 我覺得 去到尤其是三集之後 它開始越來越平面去介紹這個角色 即是無論它的一切 它的經歷 一切的東西 你都會覺得是很平鋪席 有一個人在這裡 敘述了一件事之後 你感覺不到 它那種的後悔 其實是 推理了一點 《風月山莊》 我覺得一開始 一去了那裡 我就超級不中 因為它中間剪掉一些東西 開始跳下去 開始把劇情剪掉 只是集中發展主線 那些副視 即是描寫他們兩個日常 那些 即是你說性格描寫 這些都剪掉了 我們只是拍主線 集中拍主線 講故事 講故事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當我看它OP的時候 我看到這套 只有幾個角色 大概五六個 我最初以為 好像銀魂一樣 或者其他東西 你只有幾個角色 然後你透過一些互動 解決一些很單元性的事件 去帶出一件事 但問題來了 你除了解決那個 剛才有馬說的溫泉 那件事件之外 我基本上都沒有看過解決什麼 因為LOSER那件事 博物館是帶LOSER出來的 我不當它是單元事件 我當你是介紹主要角色 然後其實他都沒有什麼事件化下去 所以反過來 那件溫泉那件事 我覺得很噁心 我不知道放在那裡幹什麼 溫泉也是跑著線 跟你說 我知道 我知道記憶那件事 但是 我到了最後我就知道 但我中間覺得那個位置很噁心 或者這麼說 因為本身 這一類型的故事 其實是好說 它是靠事件去描述整個故事裡的設定 尤其是這一類型的故事 其實是很注重場景的描寫 在第一季這一季動畫裡 它做出來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你覺得 整個在金馬這個活動的都市裡 你是沒有一個描述在裡面 這個當然好像尤馬剛才所說的 它飛走了所有的富士 令到就是什麼呢 這個都市的一些特性 你是不會在動畫裡看到出來 它真是很片面地 就是什麼呢 哪一個主要角色 曾經在哪一個單元故事裡面出現 它就把那個單元故事抽出來 去講那個故事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 這一類型裡面 我相信 最完整的角色其實是Loser 因為他死了 不要說他死不死 就是他整個人的行動 無論其他事情 他會給你一個想像 但是金馬那些其實 本身你說他的所謂 他背負的過去 一直在說那些事情 其實無論是他未婚妻的死 他整天人就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他死了 他忘記了 死了 死了 他要承認一個 對 這些裡面 其實你看到就是 他沒有去表現到 就是這個角色 他一些的矛盾 以及他奧悔感 那類型是沒有的 基本上 所以你來得了 變成就是 他這個角色好像有一個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死於眼一個 不 即是你說Loser 是 他減了這麼多氣氛 但就沒有減Loser 因為Loser這部分是關於主線事 很奇怪 但問題是 就像你講到主角鏡話那樣 你說日常會剪掉什麼呢 例如這個都市的發展 他的制度 可能他平時處理一些雜手 我認為兩個角色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Loser 你不需要一開始知道他太多 為什麼 因為他一開始已經給了一個很明確的東西 這個角色出場 他也帶出了另一件事 Numbers 因為他要跟你講 因為他的目標是收集Numbers 然後他後來也說Numbers 他有什麼用 但問題是反過來 經馬他是最主要的角色 他跟你講他很討厭善圈 他很討厭善圈 問題是你 你需要交代就是善圈有什麼用 善圈在這個時候有多普及 他有多怪 這個世界怎樣運作 你知道我可以對比到的 他是一個特異化的人 但是他全部就是開車去 他不知道在哪裡解決事件 和我都市很脫離 因為其實馬上要講到他的屋子 是怎樣呢 他全部都是舊的 收集Numbers機是舊的 他買了東西回來 會拆掉線圈 就像改裝 因為他的車沒有油 或者他的小機 他會保留著他前妻的相機 然後他可能會說 我這個電話壞了 我特意要買一部很舊很古董的電話 我不要這個新的電話 你看到這些執著的 即是平時日常的故事 但我都沒有了 他有了一兩句 頭一兩集之後沒有了 其實這些日常的事件 可能是小英說的 就是鋪屯了一個人 他對於拒絕這個線圈文明 或者這個世界的線圈的依賴度 他就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他的生活是會在上個世紀裡面的 因為我們只能看到 就是平常 好像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的 驚馬 的 為視覺 的一個劇情在裡面 所以其實你是感覺不到 對你來說線圈是什麼呢 線圈 就是純粹是一個GN網 他是一個很高速力的GN網 但是叫做 他裡面其實 他唯一叫做 留了少少線 去想說的 就是線圈的危險性 但是呢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你看完整套東西 其實你是分不到 線圈和非法線圈 究竟最絕對的差別在哪裡 除了那個叫做什麼 連機的安全性之外 而正正就是因為這件事 本身就是八俠奇博士 本身叫阿廢鐵 不是阿美琪 不是米拉嗎 對 他叫他跟著非法線圈走 但實際是什麼呢 是跟著Lumber走 所以其實 Lumber Lumber 在他的故事裡面 他都清楚 Lumber不是一個非法線圈 它是一個OVisional的 私行版線圈 原作只有一路 他是Beta版 簡單來說 對 所以他沒有設定 Lumber 是沒有設定一些所謂的限制 叫做安全限制 你可以叫做 所以他能夠創造很多 很奇怪的東西 但其實呢 我想 這麼說的 原作我沒有完全去看完這些 但是 他裡面 現在你說 在動畫裡面 他一個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你會覺得線圈 很離開你的想像 就是什麼呢 線圈發揮的那些能力 你會覺得就是 你不如說 那個人的特殊能力 算數吧 他那些是 不知什麼 神龍來的 等學員都士來的 連創造 業世界 影響現實世界 這件事 你都可以做得到 我真的覺得 那些線圈 你不覺得 驚馬你怎麼能夠 可以對抗到他呢 他優力都照了出來的 你打他不到的 吹他不上的 即是他那些線圈 拍下來 頭來做生靈控制 也可以 裝到新路件甲 也可以飛 裝到機械人 也可以 裝到維持生命 不是 裝到機械飛 機械飛 這個線圈給他能源 能力 可以解釋到的 那你怎麼裝到人的頭 我怎麼知道 你問那個題目 那就是 他講到這件事好像萬能key 那樣 但是你 會跟絕對萬能打 那樣 因為這個 其實這件事 這個線圈的設定 其實 他是不能夠說 這是一個招撥得的問題 因為線圈就是線圈 他叫做他做了一個 偽科學的設定在裡面 這個偽科學是需要被補完 我們才能夠理解 原來線圈是什麼 而 無論利用線圈去行事的人 或者是不用線圈的經碼 他們去怎樣的絕對差異 因為其實 你看到的 整套東西裡面 看到最明顯的絕對差異的做法 其實就是復活到裡面 經碼和其他所謂的回收屋裡面 他們的行動模式 其他護手學的全部 個個都是用線圈 就當飛行艙子 個個都當自己是Ironman 這個比喻最好的 真的是Ironman 對 根本上就是Ironman 它裡面的核醉反應路 方式反應路 心口的膽 沒有分別的 他是那塊東西 但是Ironman 他就做到這件事了 他有個偽科學的設定 Ironman的那些東西 也有東西做不到 但是在這裏的設定裡面 就是什麼 這東西是沒有東西做不到的 對啦 因為他做不到那個限制 就是這把數字是不限制的 而去到復活到那些人 全部都用數字的 趨漲 而難以理解就是 為什麼不同線圈 會創造到不同的特殊能力出來 不是 一集齊五個才會 因為一集齊的超能力出來 跟神龍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的 剛才他就說了 他講不通 究竟是屬齊五個還是屬齊五個 我不明白 你講一講一講 你問PowerRanger 那個故事裡面就是說 這些設定 令到就是你 我會覺得 那個故事 我不是說你不好看 不過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感覺 而且接受不了 其實我覺得他不應該 將什麼 扯邪幽靈 什麼異世界的東西下去 你可以說這個能源 是異世界拿過來 不是 他不是異世界 他只是空間 這個GD變回時間理論 我們覺得沒問題的 你喜歡怎麼說 我也覺得沒問題 但是 你要夠時間講 你要講得到 因為 其實你說 新多橋 新多橋 叫做W軸 出來的東西 這條W軸 他在說的就是 時間空間 就是他是什麼呢 基本上他是可以 創造世界 他基本上 如果在他 以有 我純粹說動畫 他出聲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這塊東西 什麼東西都可以 其實你用Tay Moon 你跟他說 這個叫固有結革 其實 這個概念沒有太大分別 我覺得 但是這個問題 你要跟我說到 就是 一班人有固有結革 一班人沒有 你要講到一個分別 而真真正正這套東西 活倒事件 之前 我覺得我只能夠說 這一套東西 是一套平平無奇 我不會說他很差 但是他不會是好的作品 就是一般線的作品 但是整個復活倒事件 這個也是原作的問題 整個復活倒事件 是令我覺得這套東西 是真的 很無謂 為什麼無謂呢 經馬的過去 復活倒事件 其實是要令到 完結了經馬的過去的重擔 令到他變成一個 什麼都不是的人 本來就是 令到變成一個 有一個 本來都是靠真恨 推動一個人 去前進或者行動的角色 就是什麼呢 我釋懷了 你不用做了 你已經退休了 而 最大問題就是什麼呢 在復活倒事件裡面 其實最主要就是 他們需要找一個 叫創世紀 就是 JANICE JANICE 總之就是一個線圈 一個超級線圈 對 大一個波 是龍珠 你不要理他 那 他們每個人就是要找這個 因為這個線圈 就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解決 他們一直 解決不到 應該說 線圈技術一直 解決不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生物傳送 整件事就是 這個線圈 其實就是什麼呢 在爆奇博士 還在生際 和經馬未婚妻 還存在的時候 已經是 無意之間開發了 我覺得其實這個設定 其實不差的 有些事情就是 沒有的 真是的 剛巧做了出來 但我做不到另一個 所以才要欠這個 我覺得 這個設定 所以 都會令到合理 沒有的 只是一次一次 它是奇蹟來的 它是一個奇蹟的現象 產生出來的偶然 的製成品 聖杯 聖杯有很多個 你看本裡面 押了聖杯 還有N個 正把聖杯 找一個 這一個所謂 叫做 Genesis 的善血 究竟 它被藏在那裡 就經馬 忘記了的過去 只能夠是 它要回復回記憶 才能夠去找到 這件事的存在 它也好 實在這麼久沒有人理它 還是放屁它 不用跟蹤這件事 真的厲害 它說 復活到那裡 其實叫做 什麼 總之什麼能量波長 終於開始恢復 才能開始行動 你當作 大魔王被勇者 打到殘殺之後 然後就要休養一段時間 等第二步 然後才打 OK的 你當封印了 是很慣常 最後兩集 是令到我對整套 的崩潰 你崩潰了什麼 這件事 一切都是什麼 它未分妻 玩它 如果你看回它整件事 是 本來 金馬是打算用 Janas 去令到 他未分妻 真正是可以 走得回 不會有漸重症 那就換了一個 人偶的身體 但是 接著 他未分妻 就跟他說 看到他在空間 不穿著時空的愛 大家很難理會 但是 叫他不要帶他來 因為帶了他過來 就會毀滅這個世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當他感受到 他感覺到 然後 金馬 接受了這件事 然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整件事 為什麼金馬要失憶 通常這些故事 就是 失憶的原因是 你經歷了一個很傷痛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 在故事畫面裡面 他們兩個是 不要救我了 然後金馬說 我明白的 可以的 沒問題的 我找過你那個 對嗎 我追你這句 OK的 沒問題 大家是接受了這件事 這件事是什麼呢 雖然控府 但不是說什麼 你看到就是 那女兒 在原來邊 然後你救不到 那種無力感 你們是什麼呢 經過你們自己的選擇 去決定 就說 我決定 我們放棄這個機會 那金馬就在異空間裡面 然後做什麼 不過這套東西裡面 我看得最開心的 就是那個Janus 原來是被金馬 弄炮了 不是 Janus 步驟了 然後做到金馬 失憶了 不關事 那你怎麼就失憶了 他自己拋爛了之後 然後無緣無故 其實動畫裡面沒有詳細說 總之就是 拋爛了之後的能量衝擊 就算他拋了回去 拋了出去現實世界 然後順便失憶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整個失憶的故事 是很無心度的 整個失憶的故事就是什麼 其實 你不拋爛了就沒事了 不是不拋爛了 其實 他是因為要失憶所以失憶 我是為了 就是什麼呢 讓你們 燈個故事 燈久一點 就是 我這樣說 在現實來說 你怪我了 但現在作為一套戲劇 就是很沒有戲劇性 原來釋懷了 他最有戲劇性就是什麼 我弄爛了 他已經在這套戲劇中 是最有戲劇性的那個人 最有戲劇性的那個位置 也是在那裡說 沒有啊 你找了 我弄爛了 我早就拋爛了 我早就拋爛了 舊東西我弄爛了很久了 那這件事做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 這件事 你不是搞笑咯 其實 所以人家瘋了 他說 拿了那麼久 既然弄爛了 你這傢伙殺了你 那這傢伙本身瘋了 我覺得有 那個所謂 流了在 叫做 W的空間 這傢伙 我對這傢伙 其實是有滿滿的套租 好像也是 我第一個套租的位置 跟我套租 我也是問 你作為一個人 去到W的空間 這傢伙還要去十幾年 我第一個問 你真的不用吃東西 是跟龍與天使舞 自己是神的那傢伙 就說 你原本是人 你去到W的空間 你也是一個人 不同 他可能是個花園 可以做食物的 但這傢伙沒有 你之前說過 那個位置空間 有很多C的 好 鬼魂不會吃東西 我同意 我買的 但這傢伙沒有死 那他吃什麼 我一開始 因為這些藝科 我說 你又不是說 你自己好像已經改造了 那樣的 又 只是在一個 異空間 哈哈 那是怎樣 你 叫做 整個故事裡 其實很多 最搞笑的 就是 他基本上 是一個手术代套 其實他是一個 他是要等人打開那道門 然後他才可以拿來作 其實這個大魔王 如果在大魔王來說 他真的坐在魔王城堡裡等 還要等什麼呢 等人 觸發事件 清掉了外面的怪 找個地方再打 是那種的個案 我說 你有什麼陰謀 所有的 叫做什麼 你所有的東西能夠成立 就是因為 因為有人事發行 去了那個復活島 挑戰副本 不打開那個盒 那個盒子 永遠都沒有問題 不是 他進到副本 打NPC 草星 不去打魔王 他都不會出來的 因為其實老實說 他這裡我覺得 硬是缺乏了一些事情 就是什麼呢 我覺得 當然是有這個人的支持者 在外面 在現世裡面 可以透過某些頻道 和W空間的他 去做一個 所謂的引擎 去搞一些事情出來 不是的話 整件事 空間不可以傳送活體 可以傳送死物 那些食物 那些電 通所傳說 那你又來 好像 所以我可能他有空 發一些東西給他 但他去接買一些東西 那你不知道 那你只是坐牢 那你只是坐牢 那你去解釋我 我給他解釋你 是自己坐自己牢 永遠 那個大魔王 你覺得 他是有些問題 其實他整個人 其實是 你說我腦子的樣子 一切 而其他人 所有的人 其實其實 其實他們去找這個 所謂的Genesis 的線圈 其實都是無謂的 他們打算拿來做什麼 他們打算拿來做什麼 叫做什麼 沒錯 剛才有馬 一直在說的 沒錯 他是一個聖杯 他只是說 這件事什麼都可以 但其實 究竟Minti 我告訴他 這件事什麼都可以 是沒有人說過 其實他們只是欠了王子的錢 因為他賺金 因為他賺金 不是 有些人是想要錢 王子想要Genesis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要復活 他要什麼 他要什麼 他可以 他弟弟 的肉體 還有他可以整醒他 那叫做什麼 在我們整個東西裡面 我們自己這個 這個線圈 這個東西 有什麼功用呢 第一 出力很大 第二 很危險 第三 就是他可以 叫做 創造很多 應該說 傳送 叫做 傳送死物 不是 那個是Genesis 還有創造業世界 那麼 去到這個時候 因為這些 Number線圈都做到 我當 這些 所謂Number線圈 就是四天王 他上面那個是神 那個Genesis 那 他們演化 就是神 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 你又沒見過 龍珠 龍珠 你要知道他可以實現 因為那些龍珠 真的實現過 所有不同的願望 其他人都說 朋友 你有什麼願望 阿拉丁神登也說 朋友 你有三個願望 你要什麼願望 聖杯 也說聖杯 是一個萬能的 都說 可以實現很多的願望 當然 雖然他自己打自己 說 他可以實現的願望 都是他能夠實現的願望 而已 如果你說 我的願望 要多三個願望 他可能是做不到的 這件事龍珠 神龍也是 神龍最後 有打算 等一會 我說給 願望你 但是你的願望 我是未必實現到的 你的願望依然是願望 沒錯 你說你的願望 其實神龍那句話 說你的願望出來 神龍說 我實現你的願望 他從來沒有說過這件事 這些是很聰明的 OK 提開話 那這件事 哪些人有說過 他可以實現任何願望 我聽人說的 誰 我聽 我聽 聽回來的 總之大家拿 其實很有趣 你看到 比如說 樹森剛才說 不同人好像有不同的目標 比如那個黑鬼 那個Yuli 他的目標就是要阻止所有人 接近Genesis 那誰來請他過來 其實又沒有說 動畫剪了 漫畫 其實他會說到 後面有一個 好像世界性的組織 會管理 像新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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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是沒有所謂的 有點催 我覺得可以不說 但其實我想 都是回到樹森說的 整套東西 我想 整套東西 他的故事編排 你看不到 他的設定 你可能說 他的設定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 他做不到 另一條 令我覺得好看的 故事上 這些設定 是變成 全部都是一些 很零碎的 很國開 其實就算你說 裡面 全部都傳不通 他也沒有解釋 他說 你還是去到 最後那一集 才知道 原來 集齊五個非法線圈 那些非法線圈 叫做 那裡面很普通的關鍵線圈 即是關鍵第四人 那些電影 喂 我真的寒 Diam neste龜話 為甚麼一八我是關鍵 為甚麼五後五我是關鍵 如果我想的話 如果跟我說 一二三四五 是關鍵 我也容易明白 我那是自分之處聲альные 為甚麼 協福吉人數目是關鍵呢 而這些 而最重要 那件事是甚麼呢 無論收屈 算了 他的名字 真的沒有改錯 自己說自己個名字 他說我是需要五個,但是四個?照他 然後他說果然四個是不行的 然後我說我扣你 最搞笑的是關鍵線圈要五個,他說四個試一下 然後還沒找到第五個 然後有一條回收屋拿著100號 然後跟他打完之後說我終於責罪關 他說等你那塊,原來你知道關鍵第五個是誰 應該你一早就倒閉他 然後我說你真是有趣 他發明的,他自己知道第五個 為何讓我那四個出來 你一定是說不通,你一定是 他要找回來才行 但是很明顯就是叫做什麼 我看完之後,原來關鍵那個原來在你那裡 那麻煩你這樣 你覺得這些不是偶然的問題 如果你要做這個 他就說麻煩那個好像超人 那個好像超人 美國隊長 不是他現在 他應該是愛迪生 他應該是整個愛迪生的死款 那條彈散 麻煩你先玩一集 大佬 什麼為之關鍵線圈 又又是 沒有就算了 我只知道關鍵就倒閉了 對,我也知道關鍵就倒閉了 所以整套的人就說 這些所謂小鬼 你沒有說清楚的 我們純粹就是什麼 我看了 喔 好啊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而最划算的是什麼 他有些角色 我當然不知道是什麼耳櫃 大家都記得 就是在叫做同隊裡面 那個死證中的那位 的Slyber 他開頭說了他很帥 經馬 他一定會得到你 不是扶他 他真的很想得到他的能力 但是最後什麼 幫人家說 你幫政府做事打我嗎 然後你說什麼 好像是說 他說什麼 他要利用經馬的一切 總之要拿進一切的成餘加成 你這傢伙死硬了 告訴你 但是最後還說什麼 朋友的事不用說那麼多 我明白的 你去吧 去死呀 我知道 其實我最初以為他是奸 看一看我又覺得 好像他又不是奸 但是他又很奸奸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 跟著更加OK 最後 我一直沒有說過 舊費貼 Mira 不知道拿來做什麼 首先就是 他的作用其實是什麼 他對經馬其實是無關 叫做什麼 叫做 給一個credit 就說 我知道你失去了 你未婚妻的靈魂 但不要緊 你依然可以得到 他永恆的肉體 那麼多這樣的東西 拿不到那個 什麼 他說是手一樣的 他整個身體 都是根據未婚妻的制式 去做出來 我知道 全部美娜就是懂得 那個body 沒有東西的 不是 是全部 這個所謂 這個型號的 這個型號的機械人 全部都是根據 他未婚妻的body 三圍 手聞任何的一切東西 都是根據他的數據去做出來 但問題是米娜是 八卦博士親手做的 不過是 不是 是他老婆親手做的 也是八卦 但是其他 那些米娜人 都是工廠賭武制出來的 老實說 其實老實說 如果對我來說的話 經馬最絕望的 不是對線圈 是對全街 全街的這個類型的機械人 都是他老婆的body 而感到憤怒 他不是拒絕用線圈 他是拒絕用AI機械人 即是在街上都是錦鵬人 我沒有感覺他有沒有這樣的功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Trobist 我又不是很清楚 但是老實說 對比起線圈 我覺得 我看著這個body 我會更加憤怒 你要明白就是什麼 他如果真的要形象化做到 就是什麼 這些機械人的樣子 全部都是他老婆的樣子 差不多 人家沒有做頭 只是身體而已 脖子以下 你要創造絕望感的話 我真的很討厭他 那我都是I-Robot 其實他的情況也很相似 所以更加不要說 當然你說最後米拉叫做什麼呢 林志豹之前 跟著他老爸又失了一個 叫做什麼 雙線線圈 就是什麼呢 雙線圈 這個才厲害 他爸爸不是死了嗎 我們說這麼久 更正他爸爸 他說八合奇博士不是死了 八合奇叫做什麼 爆炸他把自己傳到W空間 他把自己量子化了 進入W空間 然後他就在W空間裡永遠生存了 當然他講到W具體化 最終就是在W空間裡 終於完成了這個最終的核子爐 好啊 接著就把他塞進去米拉 他之前又講到普通線圈 非法線圈 聖妹妹的線圈 又做了一個雙重的線圈 其實是什麼來的 我都不知道 誰比較厲害 那些最後很厲害 回到來其實你說 作畫方面其實是不頑皮的 這套東西 這個作畫和動作方面其實是不頑皮的 叫做什麼呢 表現得最差 最差那一幕的戰鬥 一定是京馬 最後用他叫做什麼 線圈那支飛針 飛距那個 我覺得 他講到就是什麼 只有京馬才能夠操控這個 可以去到第三宇宙戰衝的飛針 接著我第一個問題 我看著他是什麼 其實他是禁過自然 他就掉出去 然後就像自動瞄準 我覺得 在作畫上 大家如果有留意 有看的話 你再看這些 一定是 經過任何的戰鬥動作 你都覺得 很棒 但是為了什麼 所謂叫做 只是他介入那件武器 我覺得我真的接受不到 就算有耳櫃也好 都是一個很漫長歲月之後的事 因為 要累積到的份量 相信到 大家等一下 有耳櫃才算 那我們這一套就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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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